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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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 好漂亮 梅草分这么多种 好特别 你好 你好 欢迎光临 我是阿芬 我是马大姐 人家通常叫我马阿姨 马阿姨 马姐姐好了 你看起来这么年轻 对 谢谢 欢迎光临 马姐姐 你好 是 我要请问你 是 刚刚外面有写说雷茶可以DIY 对 我们这边还可以自己实做 真的吗 可以自己做雷茶 磨磨磨磨 有兴趣吗 当然有 真的吗 我也要去雷茶DIY OK 没有问题 马大姐说 叫我到这儿等一 但是我坐雷茶 她说雷茶 就要穿很多东西 到底是要看什么料 快来跟她倒无缘 马大姐 来 我们这边有准备了 那我们这边还有茶叶 这是要做什么的 等一下我们做雷茶要用的 还有这个南瓜籽 对 重头戏 来 重头戏 等一下 拿个雷波 有没有看到这个 这个是波 对 这是雷波 对 里面 等一下 我看一下它很特别 它是陶座的对不对 是陶座的 可是它为什么里面的纹路是这样子 好像我们指纹啊 为什么 我们这个手拉配成型以后 还软软的 然后呢 我们有阿嬷的梳子叫碧 它刮成一勾一勾 然后呢 那我们就拿到窑一千两百度燃烧 就变成很硬的一个波 那等会儿 我们要把这些的食材 放在这个雷波里头 好 最重要的 还有一支雷茶棍 没有它做不了雷茶 来 这家 这是什么东西 雷茶棍 是这样雷的吗 对 这样雷 就是这样子敲 对 雷茶 又叫做三生汤 或是咸茶 这些雷是一种汉族的特色食品 主要是留团在中国大陆 中南部一带 基本上就是我们客家人 在迁徙 在逃难的时候 物质比较缺乏 对 有些过生的五穀杂量 东西我们会吸服保存起来 以便不及之需 当我们客人来的时候 或是说我们的一些食物不够的时候 那我们会拿到雷波去雷 就是磨的意思 对 磨好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可以充饥解渴 也可以招待客人 好 我这雷波放这边 好 那我们做雷茶的话 首先茶叶要先雷 那雷茶棍的拿法是这样子 一个手在上 一个手在下 上面不用动 下面动 转圈圈 转圈圈 要不要试试看 要 我帮忙扶着 好 所以雷茶一定要有一个雷 一个在旁边扶吗 对 客家人的话就是说 比较注重一些亲子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说 兄弟兄弟 兄弟兄姓 共同做雷茶 就从我们的雷茶 这饮食就看得出来 同心协力 同心协力 也可以看得出来客家人的精神 对 用不了 对 那我们第二样材料 有白芝麻跟黑芝麻 我们客家话讲说 好 不错 好 那等一下我们再倒进去 然后干雷 就是浮着雷茶 雷茶很香 而且越润越香 越冷越香 越润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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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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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大姐跟我分享说 台湾的雷茶 是广东省河婆县的客家人 为了逃难 在1948年 担到雷棍 雷波来到台湾 后来在1998年 北埔推广一箱一特色 在地的乡亲 就希望可以推广雷茶 把北埔这个地方 发展成一个观光景点 那我们客家人的话 就是这样颠沛流离 我们就养成一个浅俭 很媳妇的各线 我们会把可以吃的 可以炒熟 一个五股杂粮炒熟 把它平平罐罐保存起来 那譬如今天阿芬到我们家来 我没有东西招待 你怎么办呢 那我去厨房找一个 可以吃的东西 那可能是现在 少少的一些五股杂粮 那姐姐就放到雷波去雷 那雷好的时候 那我们会冲个茶汤 招待客人 所以因为里头有茶 可以止渴吧 对不对 那里头的五股杂粮 待会我们可以吃到肚子里头去 所以我们客家人讲说 吃茶 食茶 我现在才知道 什么叫雷茶 这真的是古早人的地匪 你看那个五股杂粮 对现在的人来说 是很养生的东西 然后喝茶本来就会止渴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古时候的人是多聪明 我们要吃雷茶的时候 我们要加这个米香 加米香 好好沾米香 再加进去 加进去 好 好特别 好 那这样子可以 就这样就可以品尝了 为什么叫吃茶 你先喝一口看看 好 自己雷的茶真的是不一样 又香又浓又好喝又好吃 那个整个香气 在嘴里这样散开 有茶米的味道 绿茶的味道 还有那个米香的味道 是 最重要是坚果 是 那个坚果很养生 我觉得这个 它会有饱足感 所以古早人的情价 真的很聪明 因为勤俭 然后因为爱物习物 希望东西不要浪费 所以可以吃的呢 他就尽量把它 就是可以把它保存起来 然后到时候呢 就拿来请客 或者自己饿的时候自己也可以吃 好 这就是古早人的地味 好 来 我来开门 好 谢谢 好 马大姐 谢谢 谢谢苏芬 下次到北埔一定要来看看马大姐 好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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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北埔 第一次就收获满满 只有一个雷茶 就看得出客家人勤勤的狗犯 马大姐说 客家精神 不是这样而已 客家精神 什么是客家精神啊 勤劳 不是 这哪有人 勤劳 对啊 为什么是勤劳 你听到蛤蛤蛤蛤 什么蛤蛤蛤蛤 你带我走就知道了 说台语啦 我们来看看 对啊 对啊 带我走就知道了 大哥 你一个带来在做什么 我们在采柿子啊 采柿子啊 要做饰饼的柿子 想要靠我的带来自言自语 还有人会把我赢 采柿子 快来采柿子 叫我带他来的农夫 一正起来范饼强范大哥 范大哥说 他们的家座在北埔建起来 已经穿了整天了 我小时候就开始种了 我小孩子家里就有质值了 我阿公那一代他就有种质值 现在我知道的到现在是第三代 到我这一代第三代 大哥 为什么说勤劳是客家精神啊 我们客家人当年在大陆来到台湾 开墾这田地果园都一直要很勤奋的在工作啊 日出而作日落而习啊 雨天晴耕雨毒 管理一些这些果园啊 果园就会生产一些经济价值让我们可以享用啊 所以很勤劳的意思就对了 这个一定要勤劳 不勤劳 那果树它就不结果给你吃啊 嗯 对啊 半大哥说 客家人另外一个天性就是真打拼 参加他们的老婆 只要去那儿闲销的农忙祭一天 就由他早上没得到晚 休息的时间很久 说到这里 我也跟他们的老婆同样 到底来打拼搬去啊 大哥 那我想请问你啊 像这个柿子啊 它客家话要怎么讲 柿子啊 讲客家话 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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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次子哥家话给我起的 我要把它记住 起的 起的 稍微 行就慢下来 对不对 好 你还要先走开了 好 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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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你看这边还有那么多 你踩几棵,大致上踩的都还OK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踩的 这标准的八分熟 你看,你这个踩的有几棵都接近八分熟 这一棵就稍微绿一点了 这一棵,这个大概百分之熟度 大概是百分之七十五左右 但是也还OK,做饰品都OK 这不是要拿去菜市场卖的 这个都要做饰品的 菜市场这个还不能卖 这个色色的不能卖 不是买来放给它变红色的 也可以 但是基本上主要是做饰品才使用 做饰品 那等一下我可以去看怎么做饰品吗 可以啊,可以啊 等一下我们就要回去 把我们采的果子 再回家就开始要加工了 好 泛大哥没说我还真不知道 本来想起来不下来 是要送去菜市场卖 原来他们家的起来 是要做起来拼 等一下,我这还要还要 等我 好 那这些柿子 等一下就要拿去 你说的那个做饰品那里 对,这些柿子采下来 都是做工作饰品用的 采八分熟的 好 来 好重喔 带回去就可以削皮了 好 走咯,回去做饰品了 好,出发路 好 好 阿门,下午我们去山上采鱼 下午的柿子你会不会累啊 不会 我下午教你讲的那个柿子 讲客家话怎么讲,你还记得吗 柿子怎么讲 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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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嫂 整理 每天都采那么多 不要这么落连,大家都在做什么 柿子 做柿子 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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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不要鞭一下 鞭是怎麼 怎麼叫鞭 飼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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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目前那個飼子曬過以後 你可以幫忙碾壓 幫忙碾壓的工作 可是他們在做什麼 我一開始 就想說飼餅賣完後就可以購買 現在是來到范大哥做飼餅的地方 這知道原來做飼餅的腳手要這麼多 那個就是半自動削皮肌 那用那個就好了 為什麼還要人工削 因為它沒有辦法全程都削 因為機器 它沒有辦法削完整的 就要靠著手工去給它 把皮都削乾淨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現在人工做的 就是機器沒有辦法代替的 對 機器沒有辦法代替的 那就把它削乾淨 可是像這個黑黑的怎麼辦 給它削掉 那黑黑的等一下要用小刀給它 給它挖乾淨 它裡面有東方果實印的蟲卵在那邊 它以後你曬飼餅的過程 有時候它會在那邊孵化 觀眾朋友 老闆說的意思 你剛才有聽得到嗎 就是說 這如果有黑黑 我們就一直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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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萬一還有一點點黑黑 那就留在請人家 不然就是留在讓阿粉吃 還有另外一點點 就是說它外面的皮一定要削乾淨 如果沒有削乾淨的時候 它在拍的時候 就不容易日曬 如果削乾淨的時候 拍的時候它才會縮水 脫水的意思 對 因為它是有毛細孔的 哇 這樣變那麼多 阿粉 你手腳太慢了啦 你的速度那麼慢 你看這邊這位大姐 它削了快一盤的柿子 你才削幾個你自己數數看 這樣有夠工錢嗎 真不好意思 真不好意思 我削機器的卡丘真的比較慢 范大哥說 他們這裡削機器的工錢 是一顆一顆熟 所以卡丘慢的賺不 你看這邊這些大姐 大家都是專業的喔 削皮的速度 就像在求衛生罩一樣 一直去一直去 阿粉 累不累啊 累啊 好 沒關係 現在我們來按摩 喔 怎麼這麼好 來這裡還有空幫我按摩耶 不是 是先幫獅子按摩 幫獅子按摩 我這需要人幫我按摩耶 我剛剛去拔獅子 又削獅子 現在還要幫獅子按摩 對啊 為什麼 因為獅子沒有按摩 就不能做成獅餅 那是要拿獅子按得很好 他要這樣子才可以做成獅餅喔 對 好吧 那來按吧 那要怎麼按 隨便拿起來就可以按了嗎 不是 拿起來要 用大拇指的肉 往旁邊這樣推 推 對 往旁邊的肉 推 擠壓 對 推 一推 賺了一千以後 破掉了 你按破了 你要吃掉啊 好吧 不行吃喔 那會澀澀的 這不能吃啊 對 不能吃 為什麼 因為這才第三天不能吃 還會澀澀的 要做四餅還要這麼麻煩喔 對 才三天才長這個樣子喔 要做到扁扁的嗎 要 要做到扁扁的 那像這樣破掉怎麼辦 就不能用了 那怎麼辦 不能丟掉吧 我帶回家自己曬 那我可以 我自己 我再告訴你什麼味道 這四餅真的很費工 就要一半 那半回來還要嚇 嚇完了還要打完還要按摩 按摩幾天 按摩四天 按摩四天才可以吃耶 不行 還要曬太陽 還要曬太陽 對 來 我帶你上架曬太陽去 上架 是我要上架還是柿子啊 柿子 上架曬太陽 好 一開始 讀到范大哥的這對阿嬤的時候 范大哥就說 客家人會有輕輕的個性 都是從艱苦的環境外面出來 要認真做 要打拼做 這就是他們家祖一代接一代 團入來的生活態度 剛才在建棋的那個大哥 他跟我說 客家人的精神就是勤勞 真的耶 因為早上做到阿嬤 一個企業就看得到他不怕辛苦的精神 還有啊 你看看 這個北埔 這個世界這樣 都清潔到這樣 這也是要很勤勞下去維護的耶 所以 接下來 我們今天拜訪我們的環保菩薩 范師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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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茄送給你 怎麼有這個其實你哪裡來的 我剛剛去拔的 祝福你四四順心 好 謝謝 范師兄 這順子很好吃 這個回收點是你的喔 是 我有收回來的 所以這是你自己蓋的嗎 蓋的是我們師兄 范師兄 很多來趕我們蓋起來 蓋這樣很可愛耶 所以就讓你放這個環保子 對 范師兄 這個回收點 看起來 小而美 但是他煎得到很少 而且他又經過環境保護局的認證 稍後我要帶他出來去環保 唉唷 唉唷 這個放在外面 比較怕會髒喔 是 所以要全部倒進去嗎 這下面就好 這個很愛 請問一下 你有什麼建議讓范師兄 來這裡給你們收環保 沒有 沒有什麼願意啊 是喔 對啊 他來收環保收多久 收很多年了 收很多年了 那你當初怎麼想說會跟他認識 那是我師兄 那是我師兄 啊 是你叔公喔 對 因為我阿姬還在的時候就開始了 就開始收了 就開始收了喔 你看叔公這樣子啊 在做環保這幾年 你有沒有感受他有嗎 有嗎 有見 有 哪裡變 以前對老婆不准嗎 現在 這個阿姬已經完成了 之後對阿姬就特別了 以前他已經四米 做環保之後皮氣改變 這是真的 原來他子女都在那裡 而且他做完以後 你有感覺到他身心 對健康 喔 嗯 還有哪裡 前面那裡喔 那是便當店 喔 像便當店這個你來收多久 也是一樣啊 做好幾年喔 有好幾年 那你當初是怎麼去跟他們公共的 那你當初是怎麼去跟他們公共的 就是都是我的前期啊 喔 那也是我的兒子啊 喔 你看鄉下就是這麼純樸啊 門開開這樣就可以當去找你啦 你好 你好 大一胎 喔 是啊 還有嗎 還有一點 謝謝謝謝 我來我來 對 所以你要叫飯師兄 不是 我公公的弟弟 我叫他阿叔 阿叔 阿叔是客家話 阿叔 阿叔就是叔叔的意思 對 是 謝謝你們 謝謝 阿叔謝謝 好 謝謝 拜拜 我一個人是看他 好 他會不會很重 要拉高就不會重 真的嗎 還好啊 你放平就很重 放平 這樣好重喔 對啊 咦 他這樣子就很輕喔 對 那我煮飯 煮飯 那你在這個 你住的這個地方 這個社區啊 你做得很開心 因為每個人都認識你 對啊 那大家都知道你在做環保嗎 對 對 大師兄這樣走一段 原來都是他的錢錢 我在想 我們每一個人都去錢錢 他們去收環保 這樣喔 我們大的環境一定會越來越好 這座來到北埔 不管是做雷茶的馬大姐 還是正企業的范大哥 他們的阿嬤 還會有我們主座 做環保的范師兄 都讓我沉沉感受到 他們團結 輕輕 欠 欠口奶油的客家精神 台灣發展了很快 但是在北埔 真的可以看到 人想拍攝的這邊